大家好,欢迎来到MED学院 上一节课呢,我们讲了这个嵌套规则 那么这节课呢,我们来讲运算 那么运算呢,我们在之前混合那里呢 得到混合的返回值的时候用到过 那么这里呢,我们再来详细的学习一下运算 那么在LICE中,运算呢,它可以是任何的数值 颜色值和变量呢,都可以去进行运算 那么LICE,它会自动的去给你推断这个值的单位 所以说你不必把每一个这个值呢,都加上单位 但是你至少应该保证有一个值是有单位的 好,那么需要注意的是 运算服务与值之间呢,必须以空格分开 好,涉及优先级的问题的时候呢 以括号呢,来进行这个优先级的运算 那么这里呢,有一个简单的例子 好,定义了一个这个点WP的这样一个宽度 这样一个样式,然后它的这个宽度呢 是这个450加450 那么它的结果运算出来之后应该就是900 好,那么我们在这个样式代码中呢,来进行测试 首先将这个清空 然后将这里呢,也去掉一下 好,去掉一下 那么在这里,我们首先在这里面呢 定一个DIV.WP 好,然后呢,我们在Less里面呢,来给它定一下 首先,定一个.WP 先定义什么呢? 定义它的这个背景颜色 好,等于一个这个绿色 然后,我们要得到它的什么呢? 它的这个值来进行相加,对吧? 来进行相加 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是这样一种模式 好,那么比如说定义它的位置 等于450PX 加450 所以用空格和运算幅之间进行这个区分 好,进行分隔 好,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的这个宽度的话 应该就是多少 就是900了,对吧? 然后我们再来定一个这个高度 好,高度呢,等于多少呢? 等于400PX 好,或者是400加400PX 这个单位呢,放到后面来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再来打开我们的页面 进行刷新 好,发现没有 那么这样的一个900乘以 乘以800的这样一个 这个容器呢,就出来了,对吧? 看一下,900乘以800 这边,对吧? 有它的样式 好,那么当然了 我们还可以给它增加一些样式 让它聚装 Major等于0 or 2 好,让它聚装看一下 对吧,没问题 那么这就是我们最简单的一种 好,运算 那么第二种呢,就是优先级 涉及到优先级的时候呢 我们运算的这个思路是 什么呢? 先看一下 这个宽度等于500PX-50PX 然后之后再乘以2 那么它同样的是得到900个像素 对吧? 好,那么我们看一下 这里有一个错误的写法 我们先来 好,先来看一下 把这里呢,复制一下 然后再注释掉 涉及到优先级 使用 扩号区分 优先级 对吧 好 那么,比如说刚刚说的 对吧 等于什么呢? 等于900 900个像素 减去多少呢? 减去这个 看一下这里 比如说我们得到一个900个像素吧 先定一个950 好,950-50 对吧 那么这个时候 它的值是900,对吧 900 900然后乘以1吧 900乘以1 那么其实等于 就是等于900,对吧 900 然后 好,然后去乘以1 那么这个时候 来刷新看一下 有变化 900乘以1 950-50 这里没有单位,对吧 没有单位 那么没有单位 应该给它加一个单位 比如说EPX 任意的一个值 只要有单位就可以 好,刷新 对吧 同样的是900 那么这里给它更改一下 550 550-1 减一个 减一个50乘以2 那么这个时候呢 应该得到的就是多少呢 就是这个 1050,对吧 1050 我们来看一下 刷新 好 审查一下元素 1000吗 这个算术好像不太过关,对吧 500 550-50 就是500了,对吧 500乘以2 那么就是这个 1000,对吧 1000 那么 乘完之后呢 我们还可以再给它加,对吧 还可以给它加 比如说,给它们乘完了 我再给它加一个多少呢 加一个这个24,对吧 1024 那么这个时候应该就是1024了 哎,看到没有 1024 那么这是涉及到优先级问题的时候 好,涉及到优先级问题的时候 那么再往下 颜色值运算 那么LICE在运算的时候呢 是先将我们的这个颜色值呢 转换为RGB模式 然后在这个转换 好,转换为这个 将我们的这个RGB模式呢 转换 颜色值这里的话 它是先将我们这个颜色值 转换为RGB模式去进行运算 然后运算完成之后呢 再将这个RGB模式呢 转换成这个16进制的颜色值 并且返回 好,并且返回 那么下面呢 有这样的一个例子 好,锦号0000 它是代表了黑色,对吧 代表了黑色 那么黑色加21 那么它得到的结果是这样的一种模式 好,我们先在这里给大家演示一下 然后我再用一个工具 给大家展示的非常清楚 好,先把这个拿到这里来 或者是直接把它放到我们的这个里面去 好,放到这里面来 把这里去掉 那么这里默认的话是什么 黑色,对吧 黑色,黑色加21 好,那么同学可能会以为 应该是000021,对吧 好,可能同学会以为是这样的一个结果 好,锦号000021,对吧 其实不是这样的一个结果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 它到底会是怎样的一个结果 刷新 那么看到是151515,对吧 151515 那么这里是加了一个颜色值 那么为什么是这个1515呢 好,我给大家一个非常直观的工具 什么呢 我们的这个Flowshop 好,我们打开我们的这个Flowshop 好,当我们打开这个Flowshop的时候呢 旁边呢,都有这样的一个 可以点出这个调色板的一个区域,对吧 点进每一个地方都可以,对吧 这个地方 好,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之前给的这个值是多少 这个是000000,对吧 0000,好,我们把它拿到这个Flowshop里面去 000000,对吧 好,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 所有的面板上都变成了0 除开这个CMYCY,对吧 这个印刷模式 那么其他的都变成了这个0000 好,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把这里呢 结一个图吧 结一个图来进行一个对比 好,保存到哪呢 保存到桌面上 000000 对吧,0000 然后再把它运算的这个结果值呢 给拿过来 是多少 151515,对吧 好,把它拿进来 那么这个时候 诶,大家发现哪里变了 我们这个RGB这里变了这个值 我们非常熟悉,对吧 这个值21 好,那么这个21是哪来的呢 就是我们刚刚这里运算的加21 对吧 加21 加21 因为之前是000的时候呢 它都是0,对吧 我们把它截图下来 然后对比一下 151515 好 桌面上呢 找到这两张图片 对比一下 好 之前是0000 1515的时候呢 RGB变成了什么 21 21 好 那么由此呢 我们可以得出一个 这个 这个什么呢 这个 模式,对吧 它首先是将我们的这个颜色值 转换为我们的这个RGB模式 那么大家都知道什么呢 RGB模式呢 好,这里写一下 RGB模式 它的值 是什么 是0至255 对吧 255 好 那么这里我们就需要注意了 那么既然它的最大值是255 那么这里如果我们给它加的值超出了255 它会怎样来进行运算呢 好,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给它一个 好,比如说 呃 200 6 对吧 260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结果 好,执行一下编译 那么是FFF 对吧 然后我们把这个F值呢 拿过来 拿到哪呢 拿到这个Flowshop里面来 粘贴 哎 发现没有 最大值255 它这里默认给你加了是255 为什么 因为 就是我们刚刚这里所说的 最大值既然是255 当你超出的时候呢 它就会 按照这个 255给你计算 所以说这里需要注意一下 当你的值超过255 那么将那么就会 以255进行相加操作 好 那么这是这个 好 那么我们再来反推一下 反推敲一下 好 那么比如说 我们让它 这个255 减一个55 对吧 减一个55 等于多少 等于00 呃 等于多少呢 我们可以在这里来 现在看一下 255 那么现在是FFF 对吧 减去一个55 好 减去一个55 减55 我们看一下 这里得到结果是多少 200 好 200 200 那么得到是C8 C8 C8 这样一个颜色值 对吧 好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结果会不会是这个C8 C8 好 我们执行一下变异 那么看一下 变异结果 对吧 C8 C8 那么也就是说 它 把这两个值呢 给你拆分之后 再给你转换成这个16进制的 那么16进制的颜色值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这个基础 那么可以给大家再讲一下 那比如说 这里这个颜色值 它是代表两个 这个前面两个呢 是代表这个 这个红 然后后面呢 这两个呢 中间这两个是代表绿 后面这个是代表蓝 好 三颜色 对吧 红绿蓝 好 红绿蓝 那么把每两个画成一组 进行拆分成这个RGB模式 然后再进行这个 统一的这个加减 好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 颜色值的这个运算 颜色就是运算 好 它是将我们这个 这个值呢 先转换成RGB模式 然后再进行这个计算 当然 同学会问 那么 既然这个是我们这里测试的是什么 是这个16位进制的模式 对吧 那么我们可不可以进行 颜色值的这个运算呢 比如说 Red 对吧 Red 和红色 对吧 红色看一下 它能不能进行这个计算呢 好 我们来刷新看一下 看一下它的结果 编一下 好 诶 那么红色 它最后的结果 是什么 不可以 对吧 红色减55 那么它最后的结果 就是这个 好 55 对吧 就是这样一个结果 那么这个我们再来分析一下 既然这里会报错 对吧 这里它不会进行加减 那么我们就来找一下它原因在哪 好 首先呢 我们先把这个减法运算呢 给它去掉 好 给它去掉 那么这个时候 Background它的颜色呢 就是红色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它默认编译的结果是什么 看一下 好 它默认编译的结果就是红色 那么 它并没有帮你转换成这种 16位进制的运算 或者是RGB模式的运算 对吧 它没有给你转换 那么在它没有转换的情况下 如果你对它进行相加减 所以说它这里就会报错 对吧 就会报错 所以说 在进行颜色值的这个加减的时候呢 大家需要注意一下 好 就是不能直接的使用什么呢 使用我们的颜色的这个名称呢 去进行运算 那么你在运算的时候呢 应当把它更改为这个RGB或者是16位进制的这种模式呢 去进行运算 好 那么这就是我们这个颜色值的一个运算 好 颜色值的一个运算 那么把它更改为这种 比如说刚才是FF0000对吧 代表是红色 好 红色 红色的减55 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得到结果了 我们来执行 看一下 对吧 C8000对吧 看一下 在这里 红色的值是多少呢 信号 FF0000对吧 减55 好 那么 看一下 对不对 是减55吗 对 减55 因为20 255减55 那么等于200对吧 200 然后0减255 0减任何数都等于0对吧 等于0 0 好 那么因为它这里不能够作为这个负数 所以说就是0了 那么得到的结果呢 就是C8000 好 那么就是这个原颜色值的一个运算运算的方式 那么 这些空呢 我们就到这里了就把这个知识点了给讲完了 这个数值是运算 那么需要注意的就是这个优先级的时候呢 使用这个括号呢 来进行这个优先级的这个确定 好 以及这个颜色值运算的时候呢 不能够直接的使用这个颜色的这个英文名称呢 来进行运算 好 那么这些空呢 我们就讲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再见